大家好,我是小宁 最近很多人在做白糖的空心烧饼 今天咱们来分享空心烧饼酥脆的方法 同时分享不一样的馅料 200克面粉加上5克糖方便上色 再加2克盐增加延展性 直接加入10克食用油 食用油直接接触干粉更方便起酥 成品会酥而不硬 分次加入110克的水 搅成大的面絮 再加入10克的食用油 此时加油的作用是增加面团的延展性 然后把它下手揉成一个中等硬度偏软的面团 密封饧面一个小时 今天做油酥的方法比较特殊 用到的是葱绿和猪肉馅 先把它切成葱花 直接放到肉馅中 加一勺生抽 1.13香把它搅拌均匀 马味的同时呢 用筷子把它搅散 不要让它剁到一起 下面呢 来榨一个花椒油 油要多一些 花椒要一直炸到冒烟变黑的状态 趁热把它泼入肉馅中 用油的热度将肉馅泼到半熟 做好的状态呢 肉粒是像这样非常松散的 加入一点盐调味 趁热加入一大勺面粉搅拌均匀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油酥 举一反三 还可以用这种限量呢 来蒸花卷 做葱油饼 饧好的面变得非常的柔软 而且有筋道 可以轻松拉出膜 这个状态的面呢 擀薄不会破 才可以做空心烧饼 把它下成大小相同的剂子 然后擀成椭圆形 上面薄薄地抹上一层油酥 像这样把它折起来 折好两边先不要收口 排除空气以后再收口 然后翻面把它擀得宽一些 用手轻轻地撑肠 用力的时候轻一点 避免肉馅把饼皮撑破 表面刷上一层水 再撒上白芝麻 用手轻轻地摁一下 让芝麻粘牢 烤箱最高火预热 烤12分钟左右 烤到表面上色就可以了 我的最高火是230度 超级好吃的空心烧饼 热着吃凉着吃 它都是酥脆的 里边是这样沾了一点点的肉馅 比白糖的好吃多了 这一点肉如果包饺子 只够包三个 包包子一个 但是咱可以用它 做上一大框空心烧饼 酥酥脆脆又特别的香 我是小宁明天见